大家好,我是金翁漸圓 今天來講技術研究第十八點一 吳洲那間牛子的排水管簡介 這個題目也是分成兩期的 今期就是講中式年年 下一期再講排水方式 我們看到這一棟 它是有兩條排水管床上以下 在樓頂就錄到地面 我們要注意到 樓頂有一塊入口 像樓豆那樣的樣子 它是有養飾區分的 就是在樓頂的就是這一種 在樓頂的就是這一種 所以它是通過養飾區分功能 我們看這一張就更加明顯 因為這條管是既有樓頂進來的 又有非樓頂在中間分接的 樓頂的就是這一種 這是最靚的、最華麗的 在樓頂的就比較平衡一點 我們要注意到這個樣式 這個樣式 它是跟整個樓、整個建築 這個鹽糊是有對應的關係的 我們注意到那裏 本分解釋就是 它這裏就突顯了 好像屋鹽那樣 我們要看到它建築的鹽糊 它是這樣的 所以兩者有對應 相當於這個東西 這個樣子出來 它就被人感覺像屋鹽 它就放在最高的地方 就等於有像屋鹽的東西 這裏就放在近屋鹽的地方 這樣就使得兩者有這種對應 兩者相似 這裏跟整個建築的屋鹽相似 這裏跟整個建築的屋鹽相似 這裏跟樓頂的都是一樣的 就是近屋鹽相似 近屋鹽相似的就是非樓頂的那種 它就沒有樓頂的那種最華麗的那種 接著講一下主持的連連 我們看到這裏 這裏是主流 這裏是腐流 主流的樓頂這裏 它裏所當然是用這裏的 這裏是腐流 腐流同樣是樓頂的樓頂 樓頂這裏口 它是個種 所以腐流的樓頂的入口 它是主流的非樓頂的一種分岔入口 所以主持理念就得到這個體驗 就是腐流的某某某某某某種 和這裏的樓頂可以體驗到 首先是主流 主流是最好的 然後是腐流 腐流頂的樓頂的樓頂也是一種 正先說的 那裏我們看到它有三重層次 就是這個屋 這裏是主流 再加上這個腐流的洗手間 好了 那腐流洗手間這裏 它連入口也沒有 即是連這裏的樓頂也沒有 那就更加低了 更加體現這裏 三個級別層次的區分 用樓頂去區分等級高低的樓頂 實際上這個概念在 桑加牛脂產品都… 都度裝飾都有 看見 不過這裏呢 高度的排水口 就剛剛一瞬間鼓鼓鼓鼓 事實上它體驗是在多種多樣的 是在非常多樣化的 那我們就先解開一下這個排水入口 或是分接有口的樓頂 的樣式 那這個最美的就是 僅僅表現在主流樓頂下的 主流的非樓頂和腐流劉 那種是主流的局位,沒有分流頂分辨頂 反正都是這樣的 可以分成三種 接著我們看看管身 管身印有的英文字母就是Yang-Glasgong 或者Hark-Gerva-Glasgong的字樣 Glasgong是英國蘇格蘭的城市 我们可以推测它是否这条牌塞馆的产地是这个城市 同时这个鸯和哈克加华很可能是一种品牌名 就是这个鸯牌 就是这条牌的品牌 就是叫这个鸯 同时就是漆口到漆口的位置 漆口是向外弯的 它不是直落的 是向外弯的 这种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种 在西方经常见的这种手法 那端呢 实际上我就找了 我就专门找一只动画片 因为动画片的 它都是来源于这个现实的生活 就看到这种画面 对下有这种表现的形式 那今期就说完了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